文成公主走的是唐波古道 古道的东端是长安 当时世界最大的都市被誉为世界东方明珠 也是西达中亚、西亚乃至欧洲以及北非等丝绸之路的起点 和中西方文明的交汇地 618年 李渊称帝镇压了各股农民起义军 统一了全国 建立唐朝视为唐高祖定督长安 626年 李世民在玄武门诛杀了哥哥坐上皇位 李世民就是唐太宗 年号贞官 贞官年间社会安定、政治清明 社会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 国力逐步强盛起来 历史上把这段时期称为贞官之治 唐朝是中国最为鼎盛的时期之一 长安城市里住着大量的外国人 自古节贵中华 建仪敌 朕独爱之如意 唐太宗认为 外国的风俗人情与中国不同 如果与他们搞好关系 则四宜可使如意家 所以外国人享受着礼塘王朝开放与平等民族政策带来的自由生活 我第一次到西安 我非常喜欢西安这个地方 因为我喜欢这个城市就是 它有一个 现在的这个城市里面 里面有个古城 古城里面是现代的城市 对我最喜欢这个感觉 长安的西边也有另一强盛王朝的崛起 它就是吐蕃 当今的西藏 吐蕃与唐朝民间通商后 开辟了唐波古道 造成了吐蕃王朝和平原之间的复杂关系 有齐呆般的血缘 也有绝多邻居的预谋 和和打打 到了吐蕃三十三代王 松赞干部统一了西藏时期 也正是李世民扛下中原江山之计 两位有勇有谋的君王 都有了共同的智慧和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